我们只能抱着这个想法继续走下去 那不管8月1号是不是真的是我们的ending 可是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可以在心里面知道 是什么我们这些学生曾经为了教育的真谛这几个字 努力的奋斗过 我们真的很努力了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 我们开会我们讨论我们在网络上面搜集资料 为了就是在那6月初那几场座塔会上面发表我们的想法 因为我们是如此的相信教育这件事情 我们每一天我们在学校花了8个小时 在8个小时在学校里面读书 我们回到家之后有限去了补习班 补习班一花又3 4个小时 到家写个功课再复习 我们每天花超过12个小时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如此在意课纲 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学生每天花超过一半的时间 在读书上面就还是读了一个假的东西的话 那么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每天学习是为了什么 古人的学习是为了求知 他们对知识有一个欲望在 那我希望我们现在的孩子能然是可以抱着这样的想法 我们一样是可以抱着 因为想要知道所以去读书这样的想法 而不是今天为了考试为了那一张成绩为了那个分数 然后去做读书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得非常的光彩 然后活得非常的快乐 因为我想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我在如果在场有老师的话 他们心里面一定也会有那么一个想法 是希望学生今天读书 是真的因为自己想要读 而不是任何一个人逼他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才会这么在乎这件事情 那其实一直到现在 在刚才我们唱完生日歌之后 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我自己现在是先整理好我自己的情绪 那我希望我们能做的事情 是延续我们一起来的理念 然后先暂停我们的悲伤 我们可以让这个悲伤变成一个力量 我们可以让这个悲伤成为我们心里面一个现阶段 支持我们走下去的力量 但是也许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是不能挽回任何事的 但是我相信今天每一个走上街头的朋友 每个走上街头的家长老师学生 他们都是在乎这件事情的 其实一直走 就是这样三个月这样走下来 我也遇到了很多可能来自社会大众的质疑 来自家长的质疑 他们可能会觉得纳闷说 你们这群孩子怎么有这个能力 或是你们这群孩子是不是受到哪一个人的操控 所以你们才知道了哪些事情 可是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现在我无怎么发达 你们手机拿出来Google一翻 然后插一个课纲两个字 所有资讯都有了 然后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Google 然后呢去里面打一个 可能打一个法律或是什么 我们就会查到所有我们需要的知识 所有我们需要具备的技能 所以我也在这里想跟大家澄清一下 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 靠的都是你们的生源 靠的都是我们这里每一个孩子 我们自己讲自己孩子好奇怪 可是反正就是 靠的是我们这边每一个人 我们这样熬夜这样努力下来 那其实在很多很多时候 因为我自己不太能在外面待太晚 那今天是特例 对然后就是 其实我们每次开会 我们最夸张的一次是 一天开了13个小时的会议 我们就这样一直连续 然后呢1点到3点 3点到7点 然后从7点到11点 然后呢去休息吃个饭 12点继续开会 其实这个日子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我不能说我很快乐 因为没有人在走上街头 睡在国用路上面 还可以说 我现在活得很快乐 因为这真的对每个人来说是辛苦的 尤其是在面对政府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我想我们更是心里面是难受的 其实一直以来 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对于教育部强行推行课纲这件事 我心里面的想法是无奈的 我方的想法是 我能做什么 我就尽量去做什么 但是其实我的愤怒的来源 我背下来源是在 是对于教育部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 他粗糙的手法 我们从七月五号开始 我们写了给教育部的一封信 我们就说了 一直以来 在这里的每一个学生 我们从来都不希望和任何一个人作对 我们希望和教育部部长 我们希望和每一位关心教育的官员 老师 教授 或者是任何一位民众站在同一边 因为我们都希望可以站在教育这个边 因为教育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一个真的深深关心着我们人 真的一件事情 我们从家庭出来 我们第一个面对的就是学校 大家都说学校是一个社会的所以 那我个人的状况是 对这件事情其实蛮感伤的 因为其实我们走那么久 从去年的黑箱时报 一直到我第一次碰社会一体 就是在我们学校的黑箱林选上面 那这样的黑箱一直走到 要炫带 其实心里很纳闷就是这个国家是怎么的 我并没有要批评任何一个政党或任何一个执政党 只是在一个国家运作的过程中 不应该是一个黑箱的程序在控制着整个国家在走 因为这个国家是属于每一个人民的 一直都没有变 从北到南 从西到东 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就是很简单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课纲撤回去 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说 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 我们只是希望我们今天的教育是一个非常中立的 就算今天司法独立出来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育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因为它就是那么简单 对我们学生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每天花一半的时间在这个上面 这就是这就像一个可能你们民众可能不用 现在不用上学 可能你们去上班 就像一个这么这么贴切的 关心到你们人生的事情一样 这对我们学生来讲就只是这样的单纯而已 我们学习我们知足我们快乐 那今天这个东西受到抹黑 这个东西被可能被某一种意识形态污染 或是被某一种特定的想法去改变的话 我们就站出来 我们无法问我们自己的教育 那其实我这几天在看到这几个字 其实心里蛮难过的 就是青年觉醒这四个字 因为我觉得今天不是逼到一个国中生 或是逼到一个高中生走上街头 就叫做青年觉醒 今天青年觉醒应该是我们开始关心社会议题 我们开始去关心这个社会关心这个时事 我们开始会跟老师讨论说 我跟你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这就是青年意识的觉醒 而不是今天走到了一个学生要上街头 然后才说青年意识觉醒的一个方式 谢谢 好 那其实我在最之前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 我曾经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今天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教育 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是逼到要让我们这些高中生要站出来的 就像刚才有人讲的 可能我们有时间 我们需要交朋友 我们需要再跟同学约出去玩 现在放暑假 我们每天在家里面 有些人读书 有些人看涉顺去运动 其实真的非常好 可是今天要逼到我们这样的 我们这么一个学生 我们这么一个可能15岁16岁17岁18岁的学生 站出来站到街头上面 这其实就是一个不合理的状况 因为我们的权利应该是由上面他们保障我们的 我们是如此的相信教育部 因为它是我们最 它是一个教育体系下的最高主管机关 在这里坐着的人 这里的每一个学生 我们都是教育体系下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是受教者 这里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站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站稳脚步的原因 因为今天我们是教育的最直接影响者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我们面对的 不只是你们 不只是媒体 我们面对的真的是整个教育的职业 可是就因为我们守着一个教育的真理 就因为我们这么相信着教育这两个字 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走到这里 那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只有几间媒体在关注 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其实很多媒体都有在关注我们 那这件事情我也非常的感谢 就是至少你们愿意听我们站出来 你们愿意为我们传播我们的讯息 愿意为我们上传这些影片 然后让更多人注意到我们 然后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坐在这里 等待副长再出面 其实我不知道部长在想什么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 我想要跟学生沟通 我想要跟每一个学生都沟通 那其实走到今天 我是一直在7月30号的下午 我才见到吴斯瓦部长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表态 我只知道在这三个月的过程中 每一次我看到部长就只是他对媒体说 我很遗憾不是大胜就是瘾 我忍痛提高 结果很纳闷的每一点是 今天教育部面对的到底是学生还是媒体 我想他们应该面对的是我们 那么对于座谈会的事情上也有很多人来问我说 我们对座谈会的想法是什么 有关于这是抽签然后来一个部长时间的想法是什么 我现在没有批评任何一件事情 只是我合理的提出我自己的怀疑 只要我们学生那么认真的走了那么长一段路 他就跟我们说 你们也要去参加座谈会 那我们抽签抽中的才可以参加部长时间 我不知道他把我们的认真当成游戏 还是把我们的认真当成玩笑 还是说他一直来就不把我们的认真当做一回事 我只希望今天被抽中的那是二十名学生 和那另外十名学生在面对部长的时候 能够非常清楚的然后明白的告诉部长我们的诉求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我们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撤回课纲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走到现在 坚持着我们的信念 在背后支撑我们力量的信念 就是这几个字而已 撤回课纲而已 我们为的就是教育两个字 还不简单 所以 我现在想要再一次向 现在在场的民众跟同学说一声谢谢 因为如果今天没有你们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真的就是非常谢谢你 谢谢